你去旅行的時間會不會都很注意飲食呢? 去到泰國呀日本呀 沒有呀 我覺得自己是比較一個隨意的 有時一些要負責任自己會做的 但是譬如在飲食上面 譬如說不要吃那麼多辣東西呀 海鮮呢 那我也有吃 但是不要吃那麼多 因為辣東西會令嬰兒子有機會會濕疹的 但是我也有的 盡量少一點辣 去到泰國 去到日本又說不要吃魚生 其實最怕是因為 首先怕你身體寒 還有怕會有菌令到你腸胃炎 因為那些腸胃炎 大人只是腸胃炎 但是會令到我胎兒致命 所以醫生就不建議你吃生東西 是怕魚生不乾淨 那自己去一些好一點的餐廳吃都不用怕 Raymond呢 真的想生四個那麼多? 就是想著榮華富貴的四個就是 我想他呀 其實他就喜歡小朋友的 是 還有他人沒想那麼多的 他是喜歡小朋友 那也想我生兩三個這樣 兩三個 現在買了一個小朋友很貴 他要辛苦一點做事的啦 哈哈哈哈 沒辦法了 所以他希望有個家庭是熱鬧鬧的 那他本身生長是一個家庭多不多成員的家庭 不多的 有一個姐姐 所以他才想這樣 是啊 他很喜歡熱鬧的 這一胎是兒子來的 恭喜 我們去照超聲波的那些 只有2cm 即是一顆花生這麼大顆的時候 他就很像我啊 他這樣說 整顆東西 你怎麼看到啊 我聽他不是第一個男人是這樣 我身邊也有朋友 突然間拿著超聲波的照片 然後跟我說 你看看 他多像我 你看到嗎 我們是不是啊 大哥 那五官都不成型 大約是知道有眼耳口 被你又說跟你一樣樣樣 可想而知就是他多期待這個變 他多搞笑 只有2cm而已 這麼多 他就像他 很開心 你怎麼看得到啊 總之真的很像 整個餅 那我就算了 那因為現在 還要像你多一點 不像媽媽 OK 你有沒有覺得Raymond其實也有改變 在整個你的懷孕過程裡面 其實他一向說真的 對我都很好的 那就沒有說在這六七個月裡面改變 那就沒有說特別 但是他可能 可能他會更加隱讓了 可能會有的 因為知道我不能激怒 一激呢 以前可能會生氣一天 一激是不夠用的 你明白嗎 一激 我們起碼四五激才能夠用 可能現在生氣幾天的 是不是 真的會的 會的 有些什麼底線你不踩 一踩了你就發大發脾氣 他就很急 他就很急 要出門了 那他就在 我看到他背部而已 那因為那時候是聖誕節 所以他經常 那些同事和朋友 聖誕花那些 他說你不要回覆 你出門了 我們出去了機場 你慢慢回覆 到臨出門之前 我看到他低下的頭 好像是回覆電話的動作 你又回覆電話? 然後他轉過來 原來其實拿著一隻錶 我說你搞這隻錶做什麼 因為我們平時去旅行不戴錶 然後他就回覆電話 他就回覆電話 我搞什麼關你什麼事 他說了這句 跟著呢 阿 你就著了 糟糕 跟著之後 不出聲 很難過 因為我覺得 開始喝入了 對 為什麼你這麼惡罵我 人家問你 我們趕出門口 的士也在樓下等著 跟著之後 他就回覆電話 沒事沒事 立刻想撒嵐當 沒事發生過 當然是不會成功 然後 跟著呢 就一直伸延 去到機場 我都不理會他 坐飛機不理會他 去到酒店不理會他 睡覺不理會他 嘩 抓了整天 但早上也不理會他 嘩 直到 直到 他就哄了廿四個小時 之後才理會他 增加了